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風視線 最新數據顯示 日本去年的民意GDP要低於德國 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但是日本的增長近半世紀以來 首次超過中國 日本週四公布的2023年GDP初步數據顯示 日本民意增長率自1977年以來 首次超過中國 日本經濟民意增長5.7% 而中國經濟增長4.6% 這體現出陷入通縮的中國 與轉向通脹的日本之間的差異 中國去年實際GDP增長5.2% 一大原因是2022年 經濟因為疫情政策而大幅下滑 而考慮到通脹因素後的中國民意GDP 則從前一年的4.8% 放緩至2023年的4.6% 2023年 美國和德國的民意增長率略高於6% 這使得中國的放緩顯得尤為突出 野村證券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廷表示 中國民意GDP增長放緩 意味著2023年平均物價指數為負的0.5% 這是自1999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他表示負的平均物價指數表明 總體物價水平極度低迷 這與持續走低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相一致 在房地產長期低迷和就業市場困難的背景下 中國的內需依然低迷 與此同時 中國基礎設施和工業領域的投資不斷 推升了供給能力 又給經濟帶來了持續的通貨緊縮壓力 穆迪的分析師表示 中國的通貨緊縮壓力可能會持續 甚至可能會加劇 並且對全球價格構成下行壓力 隨著房地產繁榮的結束 北京正在將所有的籌碼放在擴大製造業 以推動未來增長上 因此分析師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在未來幾年 中國仍將是一股抑制通脹的力量 中國的金融體系正在致力於 將更多的資金注入到製造業 在過去20年裡 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 中國的製造業實力 一直是全球通脹降低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中國對全球物價的影響 正朝著通貨緊縮的方向更加明顯的傾斜 中國經濟自2000年至2022年 實現了平均每年約12%的民意增長 現在民意增長放緩意味著市場擴張的放緩 這會影響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公司的收入 評級公司標普預計 它在中國今年的利潤增長率 將在5%或者以下 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而農曆新年一時 上海等大城市正在努力促進消費 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在龍年推出了市集 熱門電視劇繁花的元素隨處可見 仿照繁花製作的年代感背景版則吸引著遊客前來打卡 民眾也可以在南京路的市集上品嘗到劇中的排骨年糕 和定身高等美食 南京路步行街的負責人表示 為了促進消費 今年沿街商戶不再像往年一樣單打獨鬥 而是從元旦開始就統一將營業時間延長到午夜12點之後 這一波帶動了南京路銷售額同比增長30% 基本恢復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最新統計顯示 過去7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 7天銷售同比2019年增長31% 百貨、食品、餐飲板塊均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上海本地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僅為61.9% 遠低於68.3%的全國平均水平 顯示出居民消費信心仍然不足 上海已經連續兩年經濟增速沒有達標 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上個月建議官方 按照上海經濟總量1%的總額發放消費券 也就是發放價值472億元的消費券 上海曾經在2022年封城結束後 分三批發放了總價值10億元的電子消費券 但是今年上海仍然沒有計劃在全市範圍內發放消費券 中國商務部已經將2024年定為消費促進年 但是瑞銀估計中國今年整體消費增速 將從去年的6.5%放緩至5.5% 兩個最大的障礙仍然是房地產和地方債務 野村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陸廷 今年1月在公開論壇上發言時也指出 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可能就是消費明顯減速 原因包括去年的報復性消費反彈形成比較高的比較基數 使得今年消費面臨下行壓力 此外從房價和股價等表現來看 據明財富效應減退 但是陸廷認為發放消費券或現金的有效時機已經過去 如果高度依賴消費券或現金的發放 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反而會導致財政懸崖和經濟驟然減速 他說如果要發錢就要先發給農民等弱勢群體 這樣消費邊際傾向才會更高 上海南京路開年來 接連發放了兩波贏新年消費券 首輪發放70元抵100元的消費券 市場反映冷淡 第二輪發放時升級為350元抵500元 反響明顯改善 專家指出這表明中國人不是沒有消費需求 而是需要精準刺激 同時隨著中國與更多國家實行雙邊免簽 民眾出境遊更加便利 中國的奢侈品銷售今年預計將會受到一定的衝擊 但這也意味著更多外國遊客將來到中國旅行 為中國商戶帶來新的商機 一些中國大型商場已經表示 與銀行協商提升信用卡支付額度 便離外國消費者 同時計劃在今年夏天再策劃一波大型促銷活動 提高整體的消費熱情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事件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 如果喜歡 記得點讚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六度大廚 為你量身訂做美味食譜 登陸六度世界 如图點擊右上角機器人 圖標 然後選擇六度大廚 就可以開始對話了 你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烹飪小遊戲 讓我們開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還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們應該好好對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你希望這頓晚餐是素食還是荤食 或者兩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個問題 你對哪種類型的菜肴 你對哪種類型的菜肴 有特別的喜好嗎 例如 你喜歡亞洲菜 意大利菜 法國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類型的菜肴 喜歡吃日韓風味的 好的 日韓風味的菜肴口味獨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個問題 你有沒有飲食禁忌 或者過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鮮 牛奶 雞蛋 堅果等等 不吃堅果 好的 我們會避免使用堅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個問題 你喜歡辣的食物嗎 或者你更喜歡甜的 酸的 或者鹹的食物 喜歡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確實很開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個問題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 或者特別討厭的蔬菜 不喜歡胡蘿蔔 喜歡白菜 好的 我們會避免使用胡蘿蔔 儘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個問題 你喜歡吃肉嗎 如果喜歡 你更喜歡哪種肉 比如雞肉 牛肉 豬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質 是很好的選擇 下面是我的第八個問題 你有多少時間來準備這頓晚餐 你需要一個快速簡單的菜譜 還是你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嘗試一些更複雜的菜譜 快速簡單 最好微波爐就可以解決 好的 我會為你找一個簡單且快速的菜譜 下面是我的第九個問題 你喜歡用哪種烹飪方法 比如煎 炒 燉 蒸 烤或者微波 微波爐 好的 微波爐烹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嘗試的食譜 或者食材 現在 讓我根據你的回答 為你設計一個菜譜 主食可以是麵食 根據你的需求 我為你設計了一個簡單快捷的 日韓風味牛肉麵式的微波爐菜譜 菜譜名稱 微波爐版甜辣牛肉麵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麵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醬二大勺 糖一小勺 醬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輕鬆 适量 步驟 在微波爐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醬 糖 醬油 蒜末 攪拌均勻 將碗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兩分鐘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再次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兩分鐘 取出碗 加入方便麵和適量的熱水 根據方便麵包装上的指示 攪拌均勻 確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將碗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三分鐘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攪拌均勻 即可享用 點評 這道微波爐版甜辣牛肉麵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僅制作簡單快捷 而且口感鮮美 營氧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質和鐵質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維生素和膳食纤維 有助於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統 方便麵 则為你提供了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醬和糖的加入 使得這道菜肴既有韩國菜的辣味 又由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現在 我將為這道菜畫一張配圖 請多多多為了 一乎說 一二三八代 我要考慮 衝突到水瓶 或者一財布 或者一瓶 要到某檔 稍往降 裁股 他